对于9月20号的今天 再过两天9月22号就是秋分了吧 应该就是正式秋天的到来 那么在这样的晚上已经很冷的 有所谓低于10度的时候 你看这颗月季继续再开 还有很多花咕朵 开的月季也很cute 也很香 它这颗颜色就是apricord 就是杏色的 这颗月季我极力向大家推荐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 特别是前几个星期的玫瑰日记里面 对它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这个月季的名字呢 它是Ground cover Ground cover的意思就是说长得不太高 一尺两尺高一尺多高吧 那么扑散开来扑散可能两三尺宽 它这个现在也是长成成年了 你看扑散起来了 它如果开圣花期的时候 是整个扑散的地方到处都开的花 那现在毕竟是天冷了 它伸展缓慢了 开花是点点滴滴 这一会儿这一块开那一块开 它的正式的拉丁名字那就是Rosa Memirod Rosa Memirod 它属于Drift的系列 那么一听Drift的系列 就知道开花是开鱼片 你种的呢 它们是很好的叫做Landscape Rose 种的这一丛那一丛 那就开花就像漂流的河流一样 完原起伏一处一处 这个花呢也很香 所以呢这种花很值得重 也很好牵插 它的耐寒比一般越级都好 是4到11 一般越级呢特别是那些Hybrid T 是5区到6区 个别的呢像那些爬慢或者说Climbing Rosa呢它是三区的 那么四区的越级是比较稀罕了 又这么破了它这个也不着病 又香开花呢也是不断 虽然大家都说了 西洋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是这种看法西洋你看 但是呢也有人说老夫喜作黄昏送 两岸青山西照明对吧 即使是近到秋天了 马上又到冬天了 但是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 尽情去欣赏我们的花园 不管是在衰败还是在盛开 我们都要去尽情去享受 去过好每一天 那么另外一颗呢 就是这颗爬慢越级可以爬 长四五米高 它耐寒区应该是三区左右吧 很耐寒的很破拉 长起来现在已经是四五米高了 你看这一只有五米高 我要站在凳子上还过不着它 它呢六月份呢是圣化期 开的满山边野满树都是滑 也可以看我前一点时间的视频 玫瑰日记 你在我的频道里面搜索 玫瑰日记或者Rose都会找到 但是它呢不但也长出新枝 也陆陆续在开花 那今天你看也是 现在说了九月二十二十号 看也有一些在开 它这个是粉的单瓣 比单瓣稍微多一点 属于小双瓣吧 你看这一只在秋天的 蓝天白云下 现在是早晨 九点不到九点吧 昨天下了雨 有的地方有雷暴 明天也有雨 但是今天呢星期二 你看蓝天白云 太阳刚刚好出来 这一只 你看高高兴兴 凝凝净 呦 在这开着 就像在蓝天的草坪下 坐着一位美少女 在享受着宁静的秋天 它呢 这样的爬门月季是皮实的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剪 很多月季呢 大家建议是春天开春剪 因为它冬天很多被冻坏 但是对这个爬门月季 底下有一点根就种下去了 那么几年以后 第二年是第三年 就唰就穿上来了 它呢 一年呢 它可以从底下 长出一根 长到三四米 就是一年就可以长这么多 你看这一只好像也就是 但是今年长的 从底下一直长到 或者从半腰一直长上来了 所以呢 这个爬门月季呢 稍微有地方 你就可以养一颗 也种一颗 种两颗 种三颗都行的 很小照料也不生病 就是长得比较旺 甚至它会串 你看这一只呢 看都已经开始往外串了 我都给它弄绳子 往这个泥巴旁边扶 如果你有一面石头墙或钻墙 你可以做成那种扇子形状 选几根 选四根 四支五支比较好的支 给它绑到墙上 因为它像一个扇子一样开满了花 也是很好看的 这个就是要 当然要 分一些力气 每年都要修正 这个呢到时候 我每年也是修剪的 但是修剪了以后 照样 照样 马上就一年就会长成原来的样子 它呢也是 你修剪完它是春天呢 就六月份吧 它是薪资开花的 所以它不但有薪资呢 它也不但开花 实际上呢 开完花呢 六月份开完花也可以修剪 让它再长出薪资 这一次开花 但是因为这个 爬蜜月季实在太高了 修剪起来呢 也是比较困难 所以呢 基本都是一年 我是一年 也是大大的修剪一次 你看脸里面 开过花呢 长了很多这个 这个 这 玫瑰的这些 叫 Rose Heap 这种 这种呢 它你可以泡茶喝 也是可以的 又富含维生素C 你看0033的 长出的心头 还有在开花的呢 好 享受春天吧 在你的花园里 或者其他的地方 在你的花园里 好 也好 Pentagon 每天和平洞 靠山 等一个 安